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国会上宣布 总理、副总理和部长将减薪一个月 和国人一起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国会议员也将减少一个月的津贴 哈利玛总统也同样表示愿意减薪一个月 在这同时因为2019冠状病毒疫情 消毒洗手液和口罩的需求量大增 但是本地供应链不受影响 疫情当前消毒洗手液需求大增 这家制造商每天生产8000到1万瓶消毒洗手液 他们主要是供应给医院、企业和学校 另一家公司也表示 市场需求和成本都增加了 不过供应链应该不受影响 在这同时有67%的家庭已经领取政府派发的免费口罩 每户家庭有四个口罩 还没有领取口罩的公众可以在明天活动截止之前 到所指定的民众俱乐部和居委会领取 至于没有领取的口罩将回到国家库存里